兄弟们 全新的怪物角色好可怕 还好咱们逃得快 对啊 一嗓门把咱们全都吓跑了 他的小命就没了 哥们 你的脸咋黑了一块 呃 俺是挖霉的 哪里跑 今天被我逮住了 指定没有你们好伙子是 兄弟们 咱们跟他拼了 跟我拼 你有这实力吗 全部都给我 还好咱们只死了一个农夫 他的技能也CD了 咱们两个人绝对能赢他 哼 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 朗哥 动手 你是谁 嗨 既然你成仙成仪的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辞的告诉你 我就是传说中的双料高级间谍 传三甲 来尝尝我的鸡汤吧 鸡汤来喽 搞定 兄弟们 来了来了 别有农夫每周的隐藏皮肤大更新 他终于来了 都等着急了吧 啊 对对对 本周更新的是怪物阵里的两个新角色 一个是退敌大妈 另一个则是特攻穿山甲 诶 尤其是这个穿山甲 实力呢 只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恐怖如斯 非常的吓人 具体实力有多强呢 兄弟们 评屈术括号 战神狗 结束这个新的隐藏表情 看到没有 就跟这个战神狗一样强 好的 不多废话了啊 我相信大家呢 对这两款新角色的节奏方式啊 非常的好奇 那老规矩 点拨赞 咱们直接开干 首先是穿山甲 我们点击商店 可以在高级植物里面看到 营业执照和机密文件两个道具 全都买了 然后呢 使用任意农夫 进入经典模式进行游戏 技能呢 还是推荐裂变经济啊 这样方便快速获胜 在地图上找到办公桌 进行发育 使用列变经济 飞速建造炮台 赢得胜利之后 好 这穿山甲就解锁了 穿山甲有两大技能 第一个高级特攻 被动技能 使用它进入游戏呢 就会直接伪装成农夫 只要我们跟着别的农夫 进入房间里 嘿嘿 你玩啦 给我YG这是什么 哎呦 这不是我的台词吗 拿来吧你 可惜呢 咱们不能开门啊 想出去还得自己挠 但是啊 没人打扰咱们 相当于啊 免费刷经验的地方 说 咱们出门之后 由于等级不低 直接就可以再拼死一个农夫 哎 前期就可以直接解决两个 真是梦幻开局啊 来兄弟们 平行区一起刷电谣 反过来啊 嘲讽这群农夫 好 那作为穿山甲 怎么能不用鸡汤呢 炒 鸡汤来了 这就是第二技能 鸡汤来了 我可以破坏前方 第二格内的建筑 并放着一盆鸡汤 存在鸡汤的格子呢 农夫无法建造建筑了 怎么样 轻松就又能拿下一家 农夫建一个 我变一个 这碗鸡汤呢 还不能被农夫拆掉 是不是很烦啊 老哥要开始猎杀模式了 啊 好 最后一个敌人也顶不住了 拿下 爽 当然 游戏胜利只是一方面啊 看 退敌大妈 也被间接解锁了 原因呢 就只要购买了营业执照 再随便用怪物 赢一局 就能解锁退敌大妈 咱们刚才属于是 一局两得呀 来兄弟们 很简单的上波赞吧 咱们继续往下看 退敌大妈的技能 那就是经典的 退退退 让对方除了农田和大门以外的建筑 都后退一个格子 只要建筑退无可退 就会直接爆炸 非常的强 只要靠着不断的消耗敌方建筑 让敌方经济崩溃 情人一举的 就拿下一个农夫啦 不过呢 也有很阴险的农夫啊 你们看 就像这种很长的房间 我都没有退的欲望 毕竟把这些炮台避到角落 得好年马月了 好在呢 大妈的战斗力也很强啊 无论对方有多少个炮台 多厚的墙板 都不在话下 nice 最后一个门也破了啊 拿下 好的兄弟们 这就是两款新银上皮肤了 你们学费解锁了吗 那咱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